伊利諾伊州成為美國第十一個將遊行用大麻合法化的咒 亦是第一個通過立法而不是投票來實現這項目標的咒 上個月底,州長普利茲克在州議會通過該法案後 在上面簽字,使之成為法律 這項法律將會在2020年1月1日起生效 法律是允許21歲以上伊利諾伊州居民持有最多不超過30克大麻花 以及少量的其他大麻原料製品 非本州居民可以持有的數量為這個州居民的一半 該法案還涵蓋了受大麻刑事定罪影響較大的社區 比如貧困率、失業率以及其他與大麻有關的犯罪發生率較高的社區 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人州長普利茲表示 過去50年以來對大麻的抗爭摧毀了很多家庭 監獄中充滿了非暴力的罪犯 不成比例地騷擾了黑人以批中式人種的社區 那些因此有30克大麻被捕的人的犯罪紀錄 將會被自動刪除 而普利茲克將卸免那些因此有大麻並定罪的人 在伊利諾伊州估計有70萬人的紀錄符合被刪除的條件 伊利諾伊州預計 大麻合法化於2020年將會為該州帶來近6000萬美元的稅收以批執照費收入 到2024年這個數字將會升至3億7500萬美元以上 大麻合法化可以為伊利諾伊州帶來急需的收入來源 因為該州目前正面臨著由退休金所引發的數十億美元赤字 普利茲克州長辦公室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大麻產生的稅收還將會用於一個撥款項目 該項目將會解決經濟投資減少 暴力和歷史上過度使用刑事司法系統造成的影響 另外20%的收入將會用於麻藥濫用的治療和預防 以及心理衛生部件 照片 記錄片 為何 扶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